孫小果 想到他靠著發明專利獲得減刑 並且順利出獄 在昆明成立夜店和娛樂公司 還持有港澳通行證 當時不知道他98年 我不知道 當時 當時他們都說他什麼李總 他真的是大李總 表面上是夜店大亨 實際卻經營黑社會和犯罪集團 而孫小果的母親曾當過民警 繼父是陳管局局長退休 兩人住在昆明滇池度假區 一棟價值約台幣3000多萬的 三層樓別墅 一家人生活看來過得相當富裕 直到今年初昆明警方辦案時 赫然發現孫小果當上黑社會老大 才開始徹查相關人事 現在孫小果的母親和繼父 因涉嫌嚴重違法遭到調查 但21年前的死刑犯 能夠以黑幫身份逍遙法外 離奇案情除了讓網友痛批 政府掃黑紙掃螞蟻跳蚤之外 也感探原來只要有前有後台 除了什麼大事都能便沒事 30新聞報導 有時候已經有問題了 除了什麼 順暑暑监 pppppbpc 中间